小姐 你看你寶貝姐姐的哈巴也都紅了 別人都洗了自己的 整天都在家里面 就這麼烤火呀 烤火又吸瓜子 烤火 烤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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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聰明了 哈哈哈哈 大家好 這個是年前別人給我搞的這個火冰品 野分的不多 這個下火特別好 这个一碗我觉得有点多 两碗差不多 葛根粉之前 我们要用冷水 充分的把它稀释 加入冷水以后 调一定要调的浓稠一点 像这样 这个差不多了 这一碗也是 葛根粉在这个开水 一定要开 要不就会出不熟 要不要我帮你捣 你帮我捣 一二三 倒 倒倒倒倒 好好好 看 哎呀 啥的 来来来来倒水 倒水 快倒快倒 迅速倒进去 好好好 嘿嘿 你不要打个倒在这里 迅速倒在这里 我就会想 我也想就倒不出来的 大家看看这个葛根粉怎么样 冲的还可以吧 比我成功点 加一点红桃 加多的 好滑 看着我都好想切的 我也想切但是不能切 这样一碗美味可口的葛根粉就这样冲好了 以前还有很多朋友在网上给我留言 说这个葛根粉要怎样冲 有的人冲出来就像那个茶水一样 很稀不浓稠 但是我们这个葛根粉很浓稠 第一个就是我们在稀释的时候 刚开始用冷水稀释的时候 它有一种浓稠状 如果说你葛根切太少了 那也不行 最关键的就是这个水一定要开 达到100摄氏度 还要迅速倒 对 帮我洗碗来 葛根 来 那不是火焖 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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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味道 嗯 好心 就是没有糖 味 放的少 糖放少一点 这个葛根粉对这个清热 是很有好处的 就是下火嘛 清热下火 爸爸好香 爸爸好香 这是上火以后吃 再后那就是减酒的效果比较好 妹妹有没有气到 你没气到啊